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是使用那个多款的光学礼教的技术 应用在框架晶片上面 这主要好处是这个晶片里面有两个度数 第一个是去矫正那个小朋友的近视 那么他们就可以应用这一个晶片 可以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可以做功课 还是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佩戴 当然里面有一个近视礼教 在一个光学元素里面就可以控制近视 那个是小朋友完全都没妨碍他们日常的活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